我现在的心情平静 真诚 平静 宅 这个 就那个无脸哭那个 因为很好用 就是你任何接不上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 我觉得这个看 在聊天的两个人 是不是够熟悉 如果是很熟悉的两个人的话 其实无论发什么 都不会产生起义 但如果不是很熟的话 我建议大家 还是不要用表情包 我觉得福奥可能是 某种程度上 它是在简化某些 繁琐的过程跟细节 这是它本意的作用吧 我最近在看 跟宇宙有关的书 我在看黑洞啊什么这些东西 今年最大的目标 好好的把今年过完 然后好好工作 然后好好活着 因为今年比较特殊 我是觉得 听歌 看电影 看动漫 打游戏 都能让我挺放松 好像有手机就都可以搞得定 因为手机里面可以有钱 但如果要是出国的话 可能就要带着卡 我觉得其实是很多小事情吧 就是如果真的有很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去看看粉丝们的留言 然后就会能获得力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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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